大家好我是翟哲 今天来讲日本最强武艺者决定战 第二场比赛由第二代风魔小大狼 对战小刀刀武双富田四月 首先做个简短总评 第二场的精彩程度就会远超过第一场 双方交代的过程中 也许说是武艺的争锋 不如说是战术的比拼 这所谓你预判我的预判 我预判你的预判的预判 你预判我的预判的预判的预判 就是这种战术上的料理仙剂 并且第二场比赛的大冬季女牛者 风魔小大狼 他的角色设计真的太棒了 直接让本作的人气上升 不管获胜是哪位 我们永远可以相信大修金姐姐 但因为小大狼太出众了 导致对手富田四元 印象就又补通了 甚至从角色设计上 就能够猜出胜负的结果了 虽然读者注重的 只是那段精彩的过程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精彩的比赛的过程吧 第二场比赛的舞台 都有环境上的改变 主要是魔王信长觉得太无聊 所以怕了一只鬼奴 丢了颗大骰子 大骰子差点着动的男男 男男被吓得胆战心惊 内裤也都死掉了 骰子六妹的汉字 即代表奔岔的比赛 打荡设计是合选舞台 由于骰子头到了身 所以第二场比赛 就在冥魂血战之身的斗场进行 遍布树木的比赛环境 对内闹也蛮富田不利 天心的小太郎 在嘴男男的同时 还关心了老爷子 老头 比方就像男男一样 湿热 并向我哭泣求老的话 我许会手下留情哦 什么 这不是关心是抖S 抖S又不能关心了吗 小太郎可是很善良的啊 对小太郎的挑衅之余 不连轻毛淡血回应 他把刀后的精气神 净险武者的气势 一切灯打过就明白了 在男男的吆喝下 比赛也开始了 直接让小太郎 摆出一只马头球的姿势 准备头指手上的手里剑 这个姿势真的太香了 看这强健的大腿肌肉 完美呈现直切的角度 我只觉得 其他的一只马头球 根本索然无味啊 小太郎一只马头球 并不是只有服务力 而是结了利于美的杀气 此乃 风魔忍军四传招式 风魔手里剑 鹰蛋视野 小太郎以无双怪力 将手里剑投出 迅如急功的手里剑 奔向腹田 腹田不换不乱 一刀弹开手里剑 顺毛因此被削掉一块 可见 小太郎的鹰蛋 有贯穿人体的力道 但鹰蛋虽然凶猛 也只是骗招罢了 这阵的杀招是全 五都怕小太郎就是诞生 不过小太郎的行动 早就被腹田摸透了 腹田转身挥刀 攻向身后的小太郎 初全攻击的小太郎 发现不对强行收视 也去遇到致命的伤害 但这也让她的腹部 被划到了一刀 谢谢你腹田老爷子 既然情况不妙 小太郎与腹田拉开距离 这一局比小太郎的凶险 有些事只有打过才明白 从刚才董战的交锋里 腹田与小太郎都明白 他们的对手各有异常之处 小太郎能将攻击收视 可见不论是反应力 还是她的身体素质 都明显超越了畅力 而腹田老爷子 虽然目不视物 却然摸起对手的动作 也实属非同一场 腹田明明处于黑夜中 就比任何人得见光明 这份特殊的武财 被武者如此的称呼 看这里一定有人会想 蛮人的剑客这种属性 在许多动漫里 找剑怪不怪儿 啊不就靠听力吗 没错 小太郎也这样认为 要达到此种境界 腹田经过的努力 就会是一场坎坷 无论就是因为如此 小太郎更想告诉腹田 他们之间的差距 第二次的交锋 小太郎想以自身的才人 吞噬腹田的所有努力 直接小太郎的身体扭转 容论非凡的姿势 让旁边的老司机看呆了 命令竟有如此冷Q的姑娘 此为小太郎的蓄力之招 封魔手里见虎弹 当虎弹投出的时候 炮弹一般的风压 让地上的落叶被刮起 可见其威力之大 但面对这一番虎弹 腹田认为对手失算了 森林的障碍物 看似对炎盲不便 但现在这种情况 却阻碍了虎弹 不过打从一开始 具有必杀之力的虎弹 可不是冲向腹田 小太郎瞄准的地方 是腹田旁边的树干 破响的声响 强大的冲击 让腹田的听觉 以及行动产生了延迟 小太郎趁虚而入 不过腹田也预判到了 小太郎这招只是谎制 他已准备好大离 尽待对手靠近之时 等你靠近之时 便是绝出之客 然而几盛半步之遥 杀招互置一出 腹田这次猜错了 小太郎这次的战术 正是利用腹田的预判 小太郎从没想过强攻 他告进腹田的时候 以强大激励拍掌 这场合起响起巨响 在场中了耳鸣难受 进去的腹田 听觉更被破坏殆尽 第二次的交锋精彩无比 简直一层套一层 双方的心理交锋 演绎到了极致 失去听力的腹田 看来只能任由宰割 但真正的反转 不过当小太郎投出飞镖时 我们才知道 就算失去了眼睛耳朵 傅田依旧能够胆下飞镖 没错 傅田老爷子的白夜眼 可不是童书的名称 而是一种替身能力 所以不管小太郎 灰暗如雨的投飞 傅田总是能够胆下 至于傅田老爷子的替身 正来自于他的孙子 遥想傅田年轻时 大概56岁的时候 那时有位心爱的孙子 光善佐威门 傅田对善佐威门疼爱自己 善佐威门对见到的热爱 让傅田觉得后继有人 当时的傅田已有眼疾 随时都会失去光明 但他孙子对他说了 如果爷爷失去光明后 就让他成为爷爷的眼睛吧 善佐威门出现 可以说是傅田的最后希望 而在1573年9月 一城古之战中 芝田与昭昌的战争 造成了许多的悲剧 善佐威门 也在资产战争中糜难 对当时的傅田来说 是无比巨大的打击 失去宝贵的孙子的傅田 善失了人生的意义 他将自己光进黑暗的房间 直到自己失去的光明 有本人以为傅田 会予于寡荒而终 那再次见到傅田时 他也拿起了剑 买手修行 并且是那样的 如痴如狂 第三次见到傅田时 他已经失去了势力 但他近战的剑技 不仅不受影响 甚至比以往更强大 傅田说过 这是善佐威门的关系 孙子在一旁朝着他 要爷爷成为天下第一 这是傅田的妄想 还是止烈 或是不可言的亡灵 在傅田的心中 善佐威门没有离开过 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善佐威门陪傅田念剑 傅田看成他长大的成人 更像成见的约定一般 要当爷爷的眼睛 善佐威门成为了眼睛 如果用神秘学解释的话 傅田肯定是为了替生死者 但如果用科学解释的话 那就是傅田的集中力 达到了超热的领域 气味、汽油、振动、温度等等 这些微小的情报 都能被傅田掌握 在傅田拼瘦之后 便可以得到超越示意的感官 这便是百叶眼 不管是科学、神秘学都好 傅田的百叶眼 无疑让小党陷入瓶颈 小党的远程武器都投完了 这也让他把锁连手里剑 也在虎弹中失去了 如果要近身战斗的话 百叶眼又是一道阻碍 不过既然对手是妖怪的话 那他就当之妖怪吧 小党从他的驱到宝箱里 偷出了一管邪恶斑斑 这便是蜂魔的禁忌之力 也是他这位小党 小党被称为历代最强的原因 蜂魔的要素 也要大使了六番 小党向自己的脖子 注射了这禁忌的药物 他体内的血液沸腾暴走 小党露出了一副 激动骨又兴奋 但又有点色色的表情 注射后的小党看起来没有改变 可在一旁无者的脑海中 同时响起了尖锐的警告 恐怕现在的小党 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而是另一种可怕危险的魔物 傅田才觉到了词典 小党的变化让他不明就离 不过他相信 他与孙子的白夜眼无人可破 事不知这项决定 会是他错误的决定 就说不要给对手变身了 这根本早知也麻烦 白夜眼的确厉害 但老爷子的反应 仍在人类水平之内 面对小党的攻击 他靠的是预判 但现在的小党 他的身体能力 尤其在速度方面 已经超越人类了 就算能够捕捉到 就算能够预判到 但小党的超人速度 以及诡计多变的知识 傅田反射神经 这能够应对吗 不对 这可怕的是小党 雅大神的六番 并不是什么秘药 而是致死的猛毒 数年前的风魔之力 小党和他的艾伯 在参加忍者考试 在风魔之力 忍者独当于面前 会被统身为伴仁 伴仁依照能力的差距 会被分到月、云、风、地、氏主 小党与艾伯昌 都是风俗的主缘 这时候你一定在想 这个懒的是谁 竟然背着我的小党啊 或是短法才是小党啊 小党当时的名字叫红 由于他的伙伴仓 能力不够关系 虎打算被着仓熬过考试 毕竟他们约好了 要一起升到月族 这就是一段感人的故事 不过红打算没有成功 当时的风魔小党 也就是第五代首领 嗯 就是后来称为作秦那位 第五代小党 看不惯他们的友情 打算拆散红与仓 仓被降到最低的土族 红被升到最高的月族 五代目对红的评价很高 可由于红太过重视仓 让五代目觉得不满 毕竟风魔这里信奉的 可不是鱼城的友情啊 不过红尽力的开口 他也要被分到土族去 他会和仓从那里爬起来 一起成为组织的高层 看见红的心意已决 武当会将红跟仓扁到了土族 殊不知 这次的噩梦开始 所谓的土族 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他不是为了培养忍者 而是为了培养实验的动物 这里可没有人类一所 而就只有名为犬的动物 当红与仓来到之后 两人变向其他成员 遭遇了无数的实验 在长久的折磨之中 吐了最后的直线下的红跟仓 红与仓熬到了最后的实验 便是所谓的雅大神五番 雅大神五番原本是用来制造超级士兵 但蕴含可怕的猛毒 导致被失效的对象 没有一位人存活 武当会相当地说了 雅大神五番只剩一技 用在谁身上呢 这种明显的挑拨手段 只要是人都能看出来 但红与仓别无选择 他们只能祈求武当幕 将这一针打在自己身上 别让好友承受这一切 但充满二一的五代目 其准备了两技 他们打算放过任何一人 于是熬不过剧罗昌 惨死于红的眼前 噩梦开始了 前面有提到过噩梦 这几天是属于红的噩梦 但同时也是属于首领的噩梦 距离这边给人翻转 前面红跟昌的贴贴 感觉是种友情和百合的感觉 可是当红抱走 振动出枷锁以后 我们才知道 这一件事虚幻的假象 他喊出了那句话 谁最能弄坏红之犬的 其实就映照了红对昌的感情 更加介于宠物或玩偶之类的感情 或许红对昌曾有过于友情之类的 但在经历这么多折磨以后 或许单纯的爱恋 已经变成畸形扭曲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剧情的既定事实 就是昌属于红的小狗 因此昌实现的那一刻 红的感情流去到了极限 并且由于亚大使的缘故 红跟一直获得可怕的力量 真正的怪物诞生了 属于五代目的噩梦也来临了 作为惩罚也作为替代笔 五代目成为红的坐骑 红成为了最强的小狗 回到比赛的现场 现在的小狗狗反而获得生命的加持 作为毒药的咬大蛇 射入后本必死无疑 但只要人存活者 血液会变得龙愁 借此获得爆发性的力量 以及永无止戒的耐力 现在的小狗狗可做是全面性的提升 尤其在速度方面 小狗狗的速度与反应 已经快到 就算用白叶眼 都难以招教的地步 就请你与甚至评价 现在小狗狗为 地上最强的猛兽 你以为了小狗狗是阿萨星 但其实他是一位巴萨卡 虽然我很想吐槽 地上最强的这四个字 但看见超弱的小狗狗 我想还是算了 小狗狗高出的进攻 即便赴典拥有的瘦身 依旧换到了热骨锻炼 可见小狗狗攻击有多猛 战况对赴典不利 但也对赴典有利 热手的战力飙升 也换来过度的自信 被限制了 这是索莲的一对一死斗 这时候赴典说 野兽就该捆绑起来才对 小狗狗回答赴典 想捆绑小狗狗吗 对比之前回忆 或许现在这种情况 恰好暗示出了结果 正如猴振脱加索一般 现在的小狗狗 已经没有事物 能困住他了 被困住的猎物 或许是赴典才对 小狗狗将赴典连通索莲 一直朝着树木甩去 你看就要撞到树干了 但是撞到的话 人体肯定也受不了 这时赴典采杀了树干 小狗狗料到了这点 他的拳头已准备好 不过这一次 赴典的预判更胜一筹 赴典借力一跳 以命导飞翔而过 此为蜜剑 金鸟王剑 虽然招式很华丽 但老爷子 比这个伤害不太行 小狗狗服用咬大舌后 虽然会让血压上升 老是粗血无法被止住 但小狗狗身强体壮 就算也变成持久战 对年老受伤赴典来说 战况也就不乐观 另外赴典的白夜野 也会范围的缩小 使其感知的事物 变更加细微极限 甚至在目前的范围下 年老大的信号都能够解读了 赴典拥有了终极预判 他能够看见下一步 但这并不代表 他的反应能追上小狗狗 绝对身份的要点将是 赴典的预判能力 以小狗狗的身体 谁输得更快 谁先超越了未来 谁就是最后赢家 两人激烈的全剑相搏 表面上赴典的略战上风 但如前面提到的 现在小狗狗 也有无限的耐久力 这场激斗由小狗狗胜出 胜负来到结果之刻 小狗狗急出了自灭一拳 无法反击的老爷子 然后安妮闪过的走马灯 身为无家的赴典寺员 被赴典的平落的身躯 这让他无法活用太刀 他曾经满意过上天 但他不可认输 他有偶心力血的修炼 穷弓其小狗刀之道 然而即便如此 上天依旧不可放过他 不仅夺走了光明 更连似为分身的孙子 也被夺走了 如今到了这一刻 连他的老命也要夺走吗 命运对他如此无情 但负典并想过认输 如果能办到的话 就试一试吧 他会用小刀刀 将失去的全部夺回 办法中的负典 以出乎意料的体态 挥出了一刀 小狗狗如果要进攻的话 就必须承受这剂杀招 最终 小狗狗牺牲了手臂 以换取攻击负典的机会 但因为刀射的缘故 这一拳不够深 但小狗狗认为 负典应该差不多了 不过就在此时 小狗狗发现了 重伤的负典还会放弃 双方再度闪开攻防 这一次 轮到小狗狗不利了 不用雅大神的缺点 便是无法指数出血 而现在 负典鬼神般的执着 让小狗狗的血液耗光了 决出胜负之死的遗道 就在这时候 负典老爷子立起了Vlog 大意就是 抱歉的金孙 就算你那边是乐园 但也也轻松了道路 会是剑 或是那修罗之道 在负典有生殖告别后 比赛结束了胜负 负典的胸口被贯穿了 他的心脏便捏捏爆了 照理来说 现在负典本应死去 应该不能反抗才对 可在冥冥之中 负典的身体 忽然包包起巨大的力量 这股巨大的力量 就算超越人类的小套狗 也都无法挣脱 他的手臂动弹不得 那最后一刀 小狗狗只能硬扛 负典的修罗之剑 让小狗狗感到恐惧 幸好最后一颗 负典离开了人世 不然比赛结局 恐怕会是同归于尽 这是令人恐惧的爷爷啊 带国争夺战 天下第一 第一轮 第二回 胜者 别要交后援 六代目 风魔小太郎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我宅政 我们下期见